歡迎大家加惠元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訂閱按讚加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北京的世界論壇 怎麼會變成戰場呢 誰跟誰在大戰呢 首先今天我們特別關注到的是 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等一下我會幫大家做完整的分析 他到底是誰呢 這場論壇參加的有誰呢 美國 英國 法國跟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在7月4號呢 他們出席了北京清華大學主辦的一場 叫做世界和平論壇的一場演講 那雖然說裡面有和平兩個字 但在現場大家聽的是覺得火藥味十足啊 那美英法的大使呢 先當著俄羅斯大使的面 批評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跟之前一樣口徑一致 跟著美國方向走 那美國大使伯恩斯啊 更是直言說 大陸不應該散播俄羅斯方的宣傳 那對此呢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回嗆說 一貫散佈假訊息跟謊言的都是 美方有關的官員 並非是陸方 那麼俄羅斯的駐華大使等於是 一打三也可以說是一打三啦 他也做出了很多俄羅斯的陳述 包括有很多的假消息都是來自西方 有很多是西方世界的雙重標準 不能全部把世界的混亂 怪到俄羅斯身上 怪到中國大陸身上 俄羅斯的駐華大使呢 他也引用了毛澤東毛主席的話 他強調說所有的事情都有兩面 大家不能光看一面而已 應該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和俄國駐華大使 傑尼索夫在論壇開始前 先友好的握手打招呼 沒想到幾分鐘後 兩人直接正面交鋒 布文斯除了直指俄國違反聯合國憲章 恩不留其面的紙批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是對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 面對美國正面鋼 傑尼索夫不甘示弱 強硬回擊 表示自己並不同意 傑尼索夫當場反駁 更批在聯合國的破壞下 當前世界正處在深淵邊緣 不過一旁的英國駐華大使 吳若蘭和法國駐華大使緊接猛攻 在美英法三國駐華大使 圍攻傑尼索夫火光四射之魚 美國仍不忘批評大陸 要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不要再提有關美國生物實驗室的謊言 因為烏克蘭境內 並不存在這樣的實驗室 一貫散佈虛假信息和謊言的 是美方的有關的官員 不是中方 中方始終從烏克蘭問題的 歷史經緯和是非曲直出發 面對美方指控 趙立堅表示 陸方是根據事實說話 美國有責任給世人一個交代 另外韓國新任總統尹錫悦 日前參加北約峰會後 官方表態 韓國通過大陸 實現出口經濟繁榮的時代 已經結束 此話一出引發大陸官媒不滿 在對此事 大陸資深媒體人 曹西在金融時報中警告 韓國不要過度依賴的思維很正常 但如果要參與部分國家 對大陸的圍堵 那麼中韓關係指東北亞 必將地洞山搖 記者謝海宇報導 好我們剛看到的是北京舉行的 這個世界和平論壇 發生了這個火藥味十足的這一幕 我們看到了今天的焦點呢 很多人在關注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傑尼索夫 他一個人呢 面對美國大使 英國大使 法國大使 三位來自西方國家的駐華大使的圍攻 但是呢 他非常的沉著冷靜 一一的回擊 首先呢 這些西方國家就這個烏克蘭危機 對俄羅斯指責 但是他說呢 西方有關俄烏戰爭 有太多虛假的假新聞 比如說烏克蘭跟科索沃的國際問題 就存在明顯的雙重標準 他同時在會議當中啊 他就提到了 他說呢 引用毛主席的話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兩面 請讓我們看到事情的另一面 好 大家都在聽他說 在這場論壇上呢 最搶眼的就是他了 傑尼索夫他到底是誰呢 告訴各位 他的中文非常非常的好 他是眾所皆知呢 親和力十足的大使 而且呢 他擔任駐華大使 從2013年開始 至今他都是駐華大使 就在今年6月10號 在俄羅斯國慶招待會之後呢 他還接受了 媒體的獨家專訪 當時候他就引用唐詩 咸陽城東樓裡面的一句叫做 山雨欲來風滿樓 華人一定非常了解 山雨要來之前 這個樓裡面呢 可以感受到這個大風吹息啊 表示呢感受到什麼呢 他用來形容的是國際情勢 那這也是呢 這位大使啊在烏爾危機之後呢 第一次啊接受中文媒體的採訪 而且整段採訪當中 據記者描述呢 他堅持啊 他全程呢用中文來回覆 他表示呢 俄中關係不論遭遇到怎麼樣的困難 都將保持著快速的發展 他也提到哦 有關於外媒不斷的報導說 中國大陸向俄羅斯提供武器裝備 這位大使直接回擊 他說這通通都是假消息 傑尼索夫呢他也特別提到了一個論點哦 他說呢不但是像中國 像別的國家也是很重要的一刻 他在分析現在的西方國家 是怎麼跟其他國家做朋友 他提到哦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跟別的西方國家 就是稱霸的國家 如果呢有別的國家推動自己的政策 超越了他們 他們呢就會用各種的方法 限制他的發展 他形容俄羅斯跟中國 面臨美國所提出的俄羅斯威脅 跟中國威脅論 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那他到底是誰呢 如此的有智慧 他是著名的中國通 傑尼索夫呢1952年出生 他已經是70歲的外交老將了 根據了解呢 他是從18歲的時候就開始學中文 1973年他第一次到了中國 我曾經呢在中國也工作了多年 2013年開始擔任駐華大使 他自稱說他是老北京人 2013年開始擔任大使之後呢 大家對他就開始比較熟悉了 他也曾經自我介紹 他說呢他是生於烏克蘭的 在1974年呢 他是畢業於莫斯科 他就是本科出身 他學的就是國際關係 那傑尼索夫呢不只英文很好 他的中文也非常非常的流利 畢竟他都能夠引用唐詩了 再來呢傑尼索夫啊 他是1973年到1974年呢 他是在蘇聯駐華商務代表處 擔任翻譯 到了1992年呢 開始進入俄羅斯的外交部 系統開始服務 那麼在2000年的時候呢 他還曾經出任俄羅斯的駐埃及大使 04年的時候呢出任俄羅斯的常駐聯合國代表 在2006年的時候是一個大轉變 當時他改任俄羅斯的外交部 第一副部長 到了2013年 被任命為俄羅斯的駐華大使 那麼在今年初啊 有這麼一個字讓大家覺得 哇太複雜了吧 但是這個字呢 居然是傑尼索夫說 他要用來形容 2021年的代表字 這個字怎麼念呢 甚至很多華人可能這個字看都沒看過 非常的難寫 沒錯 他是非常有名的生僻字之一啊 這個字呢 叫做變 那麼他指稱呢 這就是形容現在世界局勢的 分繁複雜 一般大家說的變 可能就會寫就是變化的變 但他用了這個生僻字 也讓大家感受到 哇這位大使呢 對這個漢字的了解 真的不是一般而已 傑尼索夫也提到了 他說國際形勢如何的變呢 他說呢 就是越來越複雜 那這跟俄羅斯同美國 俄羅斯同歐洲 關係持續惡化有關 他說中國當前對美對歐關係 一樣面臨的困難 但是他提到這責任不在中國 跟俄羅斯兩國的身上 好再來呢 我們剛看到了有關他的背景 以及呢他的這個 對華的一些態度還有目標 我們帶大家來看 那現在的中國大陸 對世界是如何來看待呢 這是7月4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呢 向全球發展 共同使命與行動價值 他有發表了論壇的一封致賀信 那麼在這信件當中呢 習近平很明白的點出了 中國的方向 中國願與各國一同推動 將發展至於國際優先議程 那習近平主要是強調 他說呢 當前世界百年的變局 跟世界疫情的疊加 全球的經濟復甦是脆弱乏力 南北發展的鴻溝呢 進一步的拉大 世界已經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 促進全球全面發展 已經成為人類面臨的重大課題 他說呢 中國提出了全球發展的倡議 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道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堅持普惠包容 創新驅動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推動將發展至於國際優先的議程 也就是說呢 要加快落實聯合國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要推動的包含是強勁綠色 健康的全球發展 的確從大陸的外交就可以看出來了 不只是中國要好 其他國家一起好 大陸的外交高層 最近密集的出訪 像是楊潔篪 他去了中東非洲 6月29號到7月4號 他應邀出訪了巴基斯坦 阿聯酋 星巴威 莫山 比克等4個國家 王毅呢 他到了東南亞 那在2號的時候呢 抵達了緬甸 準備要出席主持 藍媒合作第7次的外長會議 整整的出訪12天 王毅要去東南亞4個國家 泰國 菲律賓 印尼 跟馬來西亞 同時出席G20的集團外長會 當然大家在看 G20峰會還有一個焦點就是呢 美中會不會有長編會議 會不會要幫習拜會鋪路呢 那麼另外啊 提到的是 王毅這次出訪 菲律賓也意味著 大陸對菲律賓的重視 我們一起來聽 時事評論員吳學蘭 來分析大陸最新的外交佈局 今年是中國和東盟建立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的開局之年 所以王毅外長這次訪問 一定是開好局 起好步 良好開端成功一半 而且現在全世界呢 其實也還是處在一個動盪 比較多的時期 王毅外長和東盟之間 我們能夠坐下來談一談 就地區問題 以及全球熱點問題呢 進行一個真誠的直率的 面對面的溝通 這無論是對於地區的穩定 還是對於全球局勢的一種穩定呢 它都有實際的意義 所以這次王毅外長的密集出訪 對於提升中國東盟關係呢 是有很現實的意義 今年也是藍媒合作 金色五年的第一年 去年呢 外長在第六次會議的時候 其實是提出了六點合作的方向 包括怎麼樣 共同對抗疫情 疫情之後的一些合作 還有呢 藍媒在水資源合作方面 有很多具體的東西 那這一次呢 今次五年的第一年 我們主要就是要把之前 外長提出的一些想法和策略 要把它落在實處 要走深走實 一些具體的安排 就要來進行了 那麼再一場重要的合作 就是G20的外長會議 因為西方國家曾經說 要把俄羅斯從G20整個朋友圈裡面 踢出去 但是中國的態度一直就是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權 把俄羅斯從G20這個圈子裡給踢出去 但印尼作為一個主席國主辦國 他還是承擔著一些來自西方的壓力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的外長呢 無論是在G20的外長會議期間 還是去訪問印尼呢 都還是有幫印尼打打氣 這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外外長訪問東盟國家 西方的媒體 西方的政客又發出一些雜音 覺得這是中國為了去抵消美國的影響力如何如何 其實他們真的想多了 首先中國和東盟國家建立關係呢 不是一朝一夕的 去年就是中國和東盟建立對華關係 30周年了 所以呢 很多的互訪很多的合作機制 都是定時的 到時候我們就要走一走就要聊一聊 再有呢 中國從來都不欣賞零和博弈冷戰思維 如果說一個地區一定要在大國之間選邊站 這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 所以呢 中國要好好的和東盟國家發展關係 但是絕對不會排斥 美國也誠心誠意的和東盟國家來發展關係 中國呢和東盟國家之間的關係呢 就是秉持著中國和周邊國家的 清誠慧榮這樣的一種外交理念 首先就是務實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那如果美國呢一直希望抗中的話 那中國大陸就用一筆大訂單 讓拜登知道中國市場有多大 不是你不要就可以不要的 疫情期間全世界最大的客機採購案 史上最龐大的被形容為史詩級的訂單 抱歉沒有美國的份 中國大陸的三大航空公司 一起砸了372億美元 採購了空八292架的新客機 波音公司馬上說他們很失望 推給了地緣政治 導致美國飛機難以出口到中國大陸 那就有消息說呢其實傳統上北京啊 空八跟波音都會買 為何這次沒有美國訂單呢 我們來聽聽借文集分析 中國大陸就要藉著這一次的這個 大規模的採購 就是給美國政府一個教訓 這個教訓是做給誰看呢 是做給美國廠商看的 也就是說你們這個政府 基本上他對我們的政策錯了 本來我可以買你的 可是你們這個政府對我非常不友善 所以雖然你的產品不錯 我也不買了 所以就告訴美國這些所有的 做中國大陸生意的廠商的話 這是一個例子 你們如果不能夠回過頭來 跟你們的政府去遊說告訴他 你這個地緣政治的這種操弄 你最付出的代價就是我們這些廠商 在大陸市場的這種被人家 被人家趕出這個市場 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給歐盟一個 很好的一個禮物 也就是說 你不要跟著美國一起來怎麼樣 一起來跟我作對 你跟美國一起來跟我作對 美國人能給你372億的訂單嗎 你們明明是在商業上 是相互競爭的一個關係 你如果跟著美國走 你如果跟美國走的話 那對不起 我一樣可以做同樣對美國的事來對付你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基本上 這個中國大陸充分利用一個買家的地位 來達成他的 把他的充分的政治訊號 在美國跟歐盟之間傳播出來 也給世界做一個例子 你跟我作朋友的話 我口袋裡有的是錢 我買不是買29 不是買29架 我是買292架 我不是給你買37億 我是買372億 這種訂單一下去 可能播音有好多場要關了 可能要失去工作的成千 成百上千的工人會失去工作 是不是也給拜登一個下馬威 我想這個就是做給拜登看的 也就是說你要跟我對抗的話 那你就不要買我東西了 我就不會買你的東西了 我要你付出代價 因為事實上我認為中國大陸 現在最近他們不是通過了一個 很長的一篇文章 對美中關係做了一個定調 定調的我覺得它最主要的這個調子 一定就是說 美國是跟我們對抗 是跟我們搞對抗 回不去了 然後呢以後就怎麼樣 明算帳 你踢我一腳 我就回你一腳 沒有那麼好講話了 那這個東西當然 你要跟美國做這個對抗 你手上也有籌碼 這次它又展現一個籌碼 我這個籌碼不大了 372億美金 然後呢足以讓你波音 產生極大的影響 波音最高的時候 20%的貨 也就是說它五架飛機 有一架是賣給中國市場 它最近已經跌到5%以外了 那就是說它總產總銷售量 已經少了15%了 也就是說曾經中國大陸 也買很多美國的波音 但我現在不買了 現在不買了 而且 病毒共存的話當然要 必須要配套 所以呢又旺旺水神來防疫 有效能夠保護您 保護自己 保護家人 防疫不能等 請趕快上快點GO 買的時候記得呢 輸入呢 剩下的推薦代碼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